大家好,欢迎收看哪吼时机 今天分享五花肉好吃的做法 入口计划,不由力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炒锅中提前收热 将肉皮朝下 烫一下 这样可以去腥 还可以去除残留的猪毛 然后将猪肉放入碗中 倒入清水 用刀将猪皮部分 刮一下 放在案板上将肉切成厚片 放入碗中 加入姜片 葱片 一勺食物盐 生抽 一勺蚝油 料酒 装拌一下 装拌腌制 20分钟 香菇切成小块 装盘备用 大葱切片 生姜切片 装盘备用 再准备葱段 辣椒干 锅中倒入食用油 放入肉片 煎制 开小火 慢慢煎制 一分钟后 将肉片翻面煎制 煎制五花肉表面微黄 灌火碑 煎制五花肉 煎制 煎炒锅油热 放入葱片 姜片 翻炒出香味 加入香菇块 翻炒 将香菇翻炒至变软 将肉片也加进来 加入一罐啤酒 搅拌一下 放入葱段 辣椒干 加盖 大火烧开 转中火 炖15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加入一勺食用盐 胡椒粉 搅拌一下 将调料搅拌均匀 美味的香菇炖肉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 入锅软烂 吃起来口感不油腻 软弹爽口 汤汁浓郁 口感丰富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